踏入年尾,又是時候做一下今年的總結 今日youtube公佈2022年度最受歡迎的影片和創作者 在榜上都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 就像今年十大人氣和熱門創作者第一位 就是Channel CHK 是否有點耳熟臨場呢? 是,因為你現在收睇的是Channel CHK 今年熱門和人氣創作者分別是 在今年的傳媒聚會,我們就訪問到一些得獎創作者 今天我是Channel C一天的特派記者沙表 我們比去年的自己進步了 因為十大熱門創作者 明年有什麼大計? 明年繼續做好些影片 繼續說好故事 香港故事 跟Channel C一起加油 今年再有得獎 我還要比去年再多拿一個獎 我是很意外的 因為今年好像比在之前吃力了很多 因為你剛開始的Channel 剛剛生出來的時候 你是大量沒有做過 那你就覺得你自己做什麼都行 但當你做得久了 就覺得 糟了,我們會不會沒事做 是不是開始沒事做 再加上我老闆的緣故 如果你本來我們兩個人逛街 你自己拍是不覺得的 但當有它出現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變得很複雜 所以在想題材方面 我們都自己有些瓶頸 我想問你老闆 會有什麼慶祝活動 對於這次獲獎? 我想我主要幫全公司 爭取家人工 這次獲獎的心情是怎樣? 其實都挺驚訝的 因為之前Youtube 又沒有跟我們說 很開心看到 心理學 和香港人願意去 work on resilience 我想這些都是 身為創作者 我們最希望看到的東西 其實最開心的是 有些觀眾和我們互動 因為我們來試車 來來去都有幾個地方 很多時候他們走過來 跟我們聊天 會不會覺得有壓力呢? 還是… 會呀 不敢為你拍車 怕被人認得 而說到今年熱門影片十大 第一名就是喵喵的700萬種生活 講述香港一對80後的情侶 在大澳偏僻村莊 過著低收入的低消費生活 短短半年已經有144萬觀看次數 第二位影片 是來自今年若滿離開TVB的余德成 除了帶觀眾參觀TVB的Locker 他也分享了入行八年的一些點滴 而第三位就是鄭忠基主理的 機動電視台RTV 一人一個工人姐姐之匪夷所思 三條片觀看次數都過百萬架 非常厲害 除了受歡迎的影片 YouTube 也分享了一些香港觀眾的數據 指香港人每日平均會看超過80分鐘的YouTube 今年榜單也反映了廣東歌熱潮的持續 事關香港今年十大熱門音樂影片 全部都是香港歌手的作品 好了,不妨礙大家繼續看影片 感謝大家支持和訂閱 下條片見 Channel C 觀眾記得訂閱我們 米子 米子 comment like和share 過了一點訂閱 觀眾都要訂閱Channel C 但這條片明明是Channel C看 裏面半日 確認 還有兩位 請問